一口气看完 战国七雄之齐国825年历史 齐国 春秋五霸之首的齐桓公曾称霸一方 号令群雄 齐国与鲁魏郑三国相邻 四国经常发生战争 公元前1046年 周五王灭伤后 江子牙因辅佐有功而被封于齐地迎丘 齐国建立 因江子牙是江姓女士 又称女士齐国 江子牙建立齐国后 以法治国 安定民心 私扣银汤 杨凤一维 贪污受贿 江派宫殿令人把银汤斩首 以正军法 一时间齐国再也没有违法乱纪的事情 公元前1015年 在位31年的江子牙去世 屡集集位 是位齐丁公 齐丁公奔赴昊经辅佐天子 西周时期 周王室还是很有规言的 各诸侯国 当权者或者子女 需要辅佐周王室 作为人质 公元前975年 在位39年的齐丁公去世 齐子屡德即位 是位齐乙公 齐乙公在位时期 采取齐太公治国时的政策 国家的经济得到了进一步发展 公元前932年 在位43年的齐乙公去世 齐子屡慈姆即位 是位齐鬼公 齐乙公在位期间 延续父亲的治理政策 齐国稳步发展 公元前879年 在位53年的齐鬼公去世 齐子屡慕臣即位 是位齐哀公 齐哀公在位期间 周王室地位降低 周一王又听信纪伯伯伯军纪侯的谗言 设计诱杀齐哀公 以震慑各诸侯 齐哀公死后 周一王另立他的一位义母帝为齐侯 视为齐虎公 公元前866年 为躲避祭国暗算 齐狐公将都城迁道破孤 公元前860年 齐哀公同母帝吕山 与司党发动政变杀死齐狐公 并将齐狐公之子驱逐出境 又把首都迁回林兹 吕山夺取王位 视为齐县公 公元前850年 在位9年的齐县公去世 齐子吕寿即位 视为齐武公 在位期间 与周天子联姻 周其之间重新回归政治蜜月期 公元前825年 在位26年的齐武公去世 齐子吕无忌即位 视为齐县公 齐县公在位期间 暴虐百姓 民不聊生 齐人都痛恨他 公元前816年 齐人联络胡公吕靖之子 视杀齐县公 胡公之子全部战死 齐人拥密齐县公之子吕赤即位 视为齐文公 齐文公即位后 接受他父亲的教训 小心谨慎地处理国政 齐国政局渐去平稳 公元前804年 在位12年的齐文公去世 齐子吕托即位 视为齐县公 在位期间 齐国稳定发展 齐国开始走向正轨 公元前795年 在位9年的齐县公去世 齐子吕购即位 视为齐县庄公 在他的治理下 齐国渐渐成为强国 齐县庄公是齐国历史上的一位中兴之主 公元前730年 在位64年的齐县庄公去世 齐子吕陆府即位 视为齐县公 公元前720年 齐县公与郑国国军政庄公在石门会盟 齐政交好 公元前717年 齐县公与鲁国国军卢尹公在爱地结盟 齐鲁交好 公元前713年 齐政联军攻打成国 公元前712年 齐西公联合鲁正两国 攻打许国 同年 占领许国 许国国军许庄公逃亡到卫国 公元前706年 北戎攻打齐国 齐西公派人到郑国求援 郑国派遣太子乎 率军援救齐国 同年 太子乎大败荣军 俘虏荣军两位主帅 斩首代贾荣军三百人首级 献给齐国 公元前702年 齐西公联合为正两国 攻打鲁国 与鲁军在郎地交战 公元前699年 齐西公联合宋国 卫国 燕国攻打鲁国 结果四国联军兵败 公元前698年 齐西公联合宋国 魏国 蔡国 成国攻打郑国 郑国毫无准备 被打得大败 同年 齐西公去世 太子诸儿继位 侍卫齐湘公 公元前694年 齐湘公在魏国的首旨召开诸侯盟会 会上谋杀郑国国军郑子伟 公元前691年 齐湘公与鲁国联合攻打魏国 同年 齐国把西地割让给齐国 齐国从此开始分裂 公元前690年 齐国攻打齐国 公元前689年 齐湘公联合宋 陈 蔡四国攻打魏国 公元前688年 齐湘公率领诸侯奉周庄王命令共同讨伐魏国 护送魏惠公回国 诛杀左右公子 使魏惠公得以复卫 齐湘公在魏期间 与其一母妹文江 殷殷殷殷 杀害妹府五国国军鲁桓公 杀害郑国国军郑子伟 朝政人人自威 公元前686年 齐湘公的堂弟吕吾之 发动政变 试杀齐湘公 自立为齐国国军 史称齐贤废公 在魏期间 在雍岭地区实行暴政 不久被雍岭人试杀 公元前685年 江小白提前回国即位 试为齐桓公春秋五霸之首登场 齐桓公不计前嫌 任用管仲为相 管仲在任期间 大兴改革 整顿行政 选贤任能 注重农业发展 富国强兵 使齐国成为强国 管仲被称为华夏第一下午 公元前685年 齐国灭亡坛国 公元前681年 齐 宋 陈 蔡 诸五国国军在齐国的北姓会盟 齐国首开以诸侯身份主持天下会盟的记录 齐桓公的威望在诸侯中开始不断提高 同年 齐国攻打鲁国 鲁国失败 鲁庄公请求割让城池平息战争 齐桓公答应了 同年 齐鲁两国在科地会盟 鲁庄公的臣子曹末拔出宝剑 劫持了齐桓公 要求齐国归还鲁国在齐鲁边境上的渭阳之田 齐桓公被迫答应了曹末的要求 事后 齐桓公想不归还土地 而且杀掉曹末 管仲劝谏说 不给渭阳之田 只是成一时之款 失信于诸侯 天下人就不帮我们了 最后 齐桓公将渭阳之田还给了鲁国 诸侯们知道了这件事情 都认为齐桓公有信任 渐渐的都想依附齐国了 公元前680年 齐 魏 正 宋四国在眷地会盟 诸侯国军推举齐桓公为盟主 齐国的霸主地位开始确立 公元前678年 齐有约路 宋 陈 魏 正 许 华 滕等国在幽地会盟 会上大家在推齐桓公为盟主 承认了齐桓公的霸主地位 公元前663年 山荣攻打燕国 燕国向齐国求救 齐桓公出兵讨伐山荣 救援燕国 公元前656年 齐桓公帅齐 宋 陈 魏等八国军队攻溃处的盟国菜国 接着齐桓公帅大军联合进攻楚国 两者相知不下 齐出两国在赵陵订立盟约 楚国答应遵守诸侯的本分 恢复向周天子纳故 史称赵陵之盟 公元前644年 山荣攻打周朝 周向急救援 其令各国诸侯发明九州 齐桓公晚年宠信小人 还收留了从陈过来避难的公子陈丸 导致后面发生了著名的铁尸殆棋 公元前643年 齐桓公重病 齐桓公五个儿子爆发内战 争夺王位 齐国一片混乱 齐桓公尸体在床上放了67天 尸虫都从窗户里爬了出来 同年 公子无亏在内乱中胜出 即位是为其中备公 公元前642年 宋乡公联合曹国 魏国 诸国领兵攻旗 目的是让公子昭为国即位 同年 齐忠被公被杀 公子昭即位 视为齐孝公 此次动乱之后 齐国国力衰落 齐桓公霸业告终 公元前633年 在位九年的齐孝公去世 公子瘫杀太子夺位 视为齐昭公 在位期间 宇晋 宋等国结盟 公元前613年 在位二十年的齐昭公去世 齐子吕涉即位 视为齐后废公 在位仅仅五个月 被齐昭公之地 宇商人 试杀自立 视为齐一公 齐一公 好色试杀 是历史上著名的昏君 公元前609年 齐一公被车夫试杀 齐桓公的第五子吕源 被拥立为君 视为齐惠公 自此齐国内斗结束 公元前599年 在位十年的齐惠公去世 齐子吕吾也即位 视为齐昭公 公元前591年 齐晋交战 齐国大败 齐昭公被迫割地求和 与晋结盟 公元前582年 在位十七年的齐昭公去世 齐子吕完即位 视为齐陵公 公元前567年 齐陵公派人灭亡来国 齐国灭来之后 疆域扩大了一倍以上 齐国国力得到恢复 公元前554年 在位28年的齐陵公去世 齐子吕光即位 视为齐后庄公 公元前553年 齐后庄公于鲁 晋 宋 魏 正等国国军在缠冤结盟 公元前548年 齐后庄公与大幅崔柱之妻 英英英 后被催主施杀 催主拥立其后庄公之地 除旧即位 视为齐景公 齐景公既有治国的壮怀激烈 又贪图享乐 作为君主 他不愿放弃其中的任何一个 齐景公在位58年 国内治安相对稳定 公元前490年 齐景公去世 齐幼子屡途即位 视为齐燕如子 同年 田起发动政变 视杀齐燕如子 庸立公子吕阳升为君 视为齐道公 齐道公是个傀儡君主 齐国的朝政大权由田起掌管 公元前485年 田厂等人誓杀齐道公 庸立齐道公之子公子人为君 视为齐景公 公元前481年 齐景公会夺回政权 准备驱逐田市 结果被田厂誓杀 庸立齐景公之地吕奥为君 视为齐平公 田厂独揽大权 公元前456年 在位25年的齐平公去世 齐子屡积即位 视为齐宣公 齐宣公时期 以田白为下 田氏家族掌握齐国 朝政大权 这时春秋时期已接近尾声 公元前405年 在位50年的齐宣公去世 齐子屡代即位 视为齐康公 齐康公在位期间 田和独揽大权 公元前391年 田和把齐康公放逐于海上 后自立为齐君 只称田氏代齐 自此 齐国国君从江太宫的吕士齐国 变成田氏家族的田氏齐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